看着我们都瞠目结舌的 我都一直担心着 它下面也没有保护垫 大扶小叫的 精胆战 这个叫街头极限运动 跟健身房子健身有什么区别 我们这个运动主要是 运用身体的协调力 爆发力 进行训练 我们很少用器械训练 全部都是自重训练 没有器械是吧 用的比较少 最重要的是自重训练 我觉得你们是不是有 体操教练训练 没有 我们还是自己模仿 对 我们都是业余的 只不过非常热爱这项运动 平时在网上看国外的一些健身 一没教练 二不怎么用器材 没有 纯靠自己 也没有去过健身房 也没去过健身房 也不用花钱 不用 这街头极限健身啊 不仅练起来方便 练得好还能收获荣誉 甚至是改变命运 这不 舞台上这四个小伙子当中 就有一位是中国街头极限健身大赛的冠军 2014年7月 他还作为了中国大陆唯一一位选手 参加了在俄罗斯举办的世界街头极限健身大赛 他就是90后电工小子余正茂 余正茂十几岁就跟着家人外出打工了 但当时没有一家公司愿意雇佣他 最后好不容易有一家电子厂要他了 他却因为忍受不了领导的责骂逃跑了 那时候的余正茂特别自卑 感受不到人生的价值 直到2012年 一个外国人的出现改变了他的生活 那年 19岁的余正茂 正跟着爸爸在工地上干活 工地的生活很无聊 他最大的爱好呢 就是上网搜一些牛人的视频看 偶然间 他看到了一个叫 汉尼巴的外国人 这个视频一下子就吸引了余正茂 他觉得里面的动作特别帅 特想学 于是他就一遍遍地看汉尼巴的视频自学 从最简单的俯卧撑 做到俄式挺身俯卧撑 当他看着自己瘦小的胳膊 变得越来越粗壮 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候 他开始相信 既然我能改变自己的身体 那我也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从那以后 于正茂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突破 过程非常地艰难 甚至伴随着伤痛 有一次 他正在练习一个新动作 眼看着网上很多朋友 都把这个动作练得很好了 于正茂心里特别懊恼 为什么我就做不到呢 这一次我必须得逼自己一早 于是他往单杠上一蹦 就开始练 刚开始的时候 他感觉还不错 慢慢地啊 这胳膊就有一些冲不住了 但他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 我一定要做到 于是就硬撑上去了 没想到晚上的时候 胳膊动不了了 连抬都抬不起来 朋友们都劝他说 要不你还是别练了吧 但于正茂不甘心 这好不容易找到自己喜欢的事 怎么能因为身体上这点疼痛 就放弃了呢 所以等胳膊恢复之后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突破 正是这份坚持与不服输的精神 让这位普通的90后电弓小子 练成了中国街头极限健身大赛的冠军 甚至代表中国走向街头极限健身的 国际赛场 而且据说在于正茂的影响下 工地里的工友们也纷纷加入了 街头极限健身的行列